今天是周末假日 旅展进入第三天 1200个摊位几乎都被塞爆 其中循环度最高的就是土耳其十天九夜的行程 打出流血价不到三万元 加上搭配直飞航班 报名更是秒杀 一天就有上百组人报名 而相对比较近的日本县呢 价格也是大约在三万出头 因为天数短 适合亲子出游 买气也增加一成 旅展抢好康 周末假日人潮塞爆展场 充人气业者强打欧美线 我现在订的话是一个人订计一万 或比三家民众仅在欧美的归位 一一比价到底有多便宜 夏威夷线 现在就大概七万多 那跟网年比起来比较便宜 以前大概都要到九万吧 其实就是来九天 然后才包括住宿然后机票还有吃的 就才三万了 就我觉得很划算 没听错吧 原本土耳其九天八夜 原价四万六千九百元 现在旅展价有业者打出 多送一天还让你搭乘直飞的航班 十天九夜竟然只要两万九千九百元 果然带动欧洲线的业绩 买气成长两成 我们第一天的报名状况 大概报名了大概将近八十组 以昨天的状况大概报名了一百一十二组 也就代表说这个人气是上扬的 不畏惧恐攻还是有人赶买欧洲线 相对邻近的日本因为日币升值 向北海道五天四夜就要三万一千九百元 但价值不长反倒适合亲子出游 买气成长一成 520刚过新政府刚上任 业者观察旅游的景气受到整体经济 还没有完全复苏的影响 高单价的商品买气略减一成 北欧市场高单价的部分的报名会比较直缓 可是我们整体看起来今年的买气 当然是较去年往下滑 旅站进入倒数时刻 为了刺激买气 业者纷纷寄出流血价 要让买气再省文 UDN TV李文浩张艺华台北报导